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十三岁哥哥黑一男是三十九岁的弟弟 他向阿姨借了二十万元却还不出来 阿姨找上哥哥追债 双方抱口角冲突才动手 我为什么要走他走 到处的人都在找他要债 你敢跟人家借钱 你不去面对 人家都来问我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这些十万元我也会用 整两天最少要再借三千 语气中满满的无奈 因为弟弟在外欠债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弟弟被打还PO上网 说是哥哥无人无故 锁他的身材工具 并当着妈妈的面往死里打 事发在连晨一点半 弟弟三点多验伤 有到警局备案 但最后也没有提高 他哥哥差不多十二点多 十二点半就来了 所以他四五点就要来 四点五点就要来 他说你躺着钱了 你现在你不把责任都 推给他哥哥 其他的同事都觉得很不舍 只说哥哥认真工作 赚的钱却都帮人还债 但毕竟这是家务事 恐怕还是要当事人 自己出来面对才能解决 三连新闻 郑小人刘雨景 新北市报道